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只要你做到这两点 任何人都可以成功 不管是任何领域 这里包括什么呢 包括挣钱、创业、减肥、脱单、读书、考试 什么都好 只要你做到这两点 一定成功 那这两点是什么 就是专注与权力以赴 可能很多人说 以望这不是废话吗 专注和权力以赴 谁不知道啊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做不到 对不对 因为很辛苦 可是我在这里也强调给大家说的是 只要你能做到这两点 你就打开了吸引力法则 它就会帮助你一定成功 为什么我们有些人我们会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权力以赴了以后不一定成功 或者说我很辛苦 我想做什么的时候 我无法成功 所以就会觉得不值得 我能吗 我能打就是自我怀疑吗 对不对 但是我在这里就肯定的给大家说 不管你在任何领域 不管你在任何方面 只要你专注 并且全力以赴了 你就一定可以成功 首先我们来讲什么为专注 专注呢就是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 吃喝拉撒都是想着这件事情 你吃饭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不管在任何时候 你都在想这件事情 而当你在不停的问问题 不停的规划这样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打开吸引力法则 你的头脑由于你够集中 你的精神方面的 你的精神将会与宇宙相连通 它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灵感 很多很多好的想法 并且会给你很多的机会 所以我经常说 人间没有难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 你全力以赴的去想它的时候 你必定能想到答案 而在这里边 在这个领域里边 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日本的非常出名的一位企业家 叫道胜和夫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 关于他的这个故事 他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 他其实他就完全把这个 专注和全力以赴 做到了极致 做到了极致 他是做那个就是瓷器件 瓷器零件的 但是瓷器零件的设计 难免需要想法 需要一些地方 需要功课 当他做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捧着这个瓷器 在地上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就是巴不得 自己和这个瓷器融为一体 然后去得到灵感 所以他的思维方式 有一点点靠近于佛教 但是其实万物宇宙规律 它其实都是归源于一个点 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专注有多重要 而道胜和福也曾经帮助日本 在短期时间之内 帮了很多的企业 起死回生 做了很多非常出名的一些事迹 那非常值得大家去读 而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归功于专注 这个专注 当然为什么我今天要拍这个视频 是因为包括在我自己身上 这个也是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的 像我之前 比方说我做YouTube之前那段时间 我经常在我们那个课程里边 大家就会问我 一忘了你当初怎么想要去创业 怎么想要去 就是做拍YouTube啊 什么什么的 我说在我创业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 我读了求爸爸父爸爸以后 我明白了这个金钱的玩法 然后呢我脑子只想 我要把这个钱 我要把这个挣钱的方法 把它玩赚了它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规划我的未来 那所以在这个东西 所以当一个东西开始萌芽的时候 它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 没有人说天生的 一下就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什么可以挣钱 或者什么 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问题 一直在脑子里边 不停的转 不停的问 像我那时候拍YouTube之前也是 我一个家庭主妇 我在家里边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可以做什么 我就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 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定会给我得到答案 包括我在辅导 做心理辅导 一堆辅导的时候 我会遇到一些难题 我也会在不停的问 不停的问 我总能得到答案 所以我经常跟学员说 只要你头脑里边有问题 只要你专注的 在针对这个问题上 全力以赴的去思考 你就一定可以得到 而这个灵感 或者说你翻开一本书 或者你翻开YouTube 或者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 他忽然对你说的一句话 可能分分钟都是在给你灵感 都是宇宙在给你信息 所以我说过 不管我们信不信 吸引力法则就在那里 而且不管我们要不要求 就是只要我们脑子里边 有一个问题宇宙其实都是在不停的给你条件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 不停的发出意念 不停的发出问题 然后多观察身边所发生的人与事 看看与你的所想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关联 而这些机会就是隐藏在你身边的点点滴滴当中 当然你也要给宇宙一些时间啊 因为有些时候机会也是要有时间慢慢慢慢靠近你的 对不对 这是这是首先先讲的是专注 然后再讲的是全力以赴 为什么要全力以赴 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 其实有很多时候 当我们加了一年之后 或者是我们很想很想的时候 宇宙它是会掉机会给你的 它会从身边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机会给你 那当然当你的条件越接近越符合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可能所需要做的跨出去的那个点 可能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如果你的条件越不符合你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它就会可能需要你跨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 才能去真正的得到这个机会或者是去完成这个梦想成真 而你想一下 当你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 或者一个需要非常大勇气 做这件事情才能达成你的梦想的时候 你是不是需要全力以赴 因为很多人他就卡在这个点上了 就是他不敢踏出去 他不敢去接这个机会 包括像做YouTube一样 为什么很多YouTuber 我们当初刚开始有就是做的好的时候 也有很多公司要来找我们签约呀 也有公司来找我们去进行采访啊 总是做很多的一些东西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是 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去接受这东西 或者说我自己不敢去接受这东西 所以我可能就会错失很多机会 我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机会会掉在你的面前 你想要什么它就来什么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能力能抓到它 敢抓住它 这就看我们自己够不够权力以赴了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硬着头皮上 你也就那样了 真的 有些时候真的是 你也就是闭着眼睛 加点勇气冲上去 可能你这个机会就能被你稳稳的抓住了 所以权力以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基本上在专注与权力以赴之后 接下来就会是满满的成果 而且当你越专注 越focus 越权力以赴的时候 你就越快的能见到成果 也就是说越快的成功 那你曾经付出的越多 越专注 越快成功 你就可以越快的享受这个成果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就和大家说过 我说当你想创业的时候 或者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三年 基本上三年时间就能马上看到成果 包括做YouTube也好 包括我创业也好 包括我做其他事情也好 基本上都是三年的时间 就能看到很明显的成果了 所以有些时候人家说 哎呀 我创业是需要多长多长时间的 是需要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 我觉得是它是一个三年一个循环 只要你专注在某一个点上 它三年就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成果 然后你再进入第二版本 然后再努力三年 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成绩 所以说年轻人不用着急 当你脑子想通想透了 当你开始遇到这个 当你开始已经准备好了 你打算创业了 或者打算去闯一闯 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三年时间就马上看到效果了 所以有些时候不要着急 有些年轻人说 哎呀我已经快30了 哎呀我要出去闯一闯了 如果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你就算机会来了 你也不一定能抓得住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当你不知道未来可以做什么的时候 就认真的专注的做好当下 而当下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让你更加了解自己 像我在群里边 我们的学员就说 一望怎么可能把打工的时候 把公司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 怎么这个心态应该怎么样去摆好它 我说我在打工的时候 我所做的每一个行为 我都在验证我自己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将来的事业是怎样的 我想要去创业啊 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读了穷爸爸父爸爸以后 我就说OK 原来金钱游戏是这么玩的 我必须要做一个entrepreneur 一个企业家 或者一个必须要创业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有规划了 那当时我在规划的时候 我在做工的时候 我就在开始观察 公司里边的运作方法 我就开始在训练 我自己的人际关系 因为我能搞定我的上司 我就能搞定我的下属 对不对 那同样的在这工作当中 我遇到难的问题的时候 我是否可以勇敢的迎头而上 我是否可以勤勤恳恳的 不怕苦的把工作做好 这些东西都是 我自己在验证我自己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当我做到每一个坎 我都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就会对我自己更加有信心 我就会觉得 我将来如果创业的话 我具有这个这个这个条件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好 我就有这个自信心 去跨出去创业 对不对 你想一下 如果你在你的现有的工作底下 最基本的工作给你 你都做不好 上司说你一句 你就哭 你就退缩 你就抱怨 请问当你遇到创业的时候 你可能会更难 因为说句不好听 有的人说我创业之后 我做老板 那就不一样了 其实完全错了 因为你碰到好的 碰到很棒的 很好的员工 他们可能更难搞 因为别人有本事 你要想留住 你要想留住别人的话 那可能你就是需要忍气吞声 不要比打工更忍气吞声 但是这个忍气吞声 你的钱是装进自己口袋的 对不对 因为别人在帮你打工 这是完全是不一样 位置是不一样 但是在人际关系里面 必定也是受气的 不可能说是你老板是不受气的 不可能 那气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在打工的时候 当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都是在不停不停的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各个方面 让自己准备好 OK 我将来等创业的时候 我这些技能 我将来都会能用到 也是我在我创业之前 我就会思考 以往你现在具有什么什么条件 你够不够资格 你呢各个方面 有比如什么缺陷 适不适合干这行 然后呢我就夸出去 我觉得可以了 那我就夸出去 所以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我说 你在当下 你不知道梦想的时候 一定要把当下做好 你可以专注在当下 然后全力以赴 在当下的工作上 因为如果你在当下的工作上 可以做出成绩来的话 同时也体现了你自己的能力 那你做出成绩来不表示 你就一定要在这个工作上 永远待着 对不对 除非你可能也是觉得 不想离开这个 舒服的这个圈子 是吧 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但是你在这个圈子里边 如果有了成就 这就表示你 这证明了你的能力 那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在哪里 你都是有能力的 你的这些非常好的 优秀的这些优点 这些特性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企业底下 你都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 所以呢 年轻人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很多人问 你问啊 你是为什么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是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我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所以我会选择与我能力相匹配 相匹配的梦想 或者是事业 然后呢 我就比较容易踏进去 不会说 我需要一个很大的坎啊 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跨越啊 挣钱啊 挣钱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我算是征服了一个自己的坎啊 但是很快 很快乐 很开心 因为那个点也真正的证明 证实了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 想挣钱并不是能力够不够的问题 也与我们的三观 与我们的思维的这个范围 有很大的关系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再给大家讲啊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讲的是 只要你专注和权力以赴 你就一定可以成功 因为当你做到这两点的时候 你将会启动吸引力法则 更强大的这种力量 来帮助你梦想成真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